那最後呢是每次吹完之後我們講到樂器清潔 我們每次吹完之後呢你可以先將樂器這個screw 因為你每次放上去neck之後這邊要鎖緊 不要鎖太緊只要鎖到卡住就可以了 然後呢你就把它先release開然後就可以把這一鍵拿下來 那一般來講我們的樂器呢 怎麼樣平放在地上或者是沙發上呢你可以這一面 所以記得是Key有Key的這一面朝下是這樣子平放下去 OK好這個我們等一下來談 那我們來談樂器怎麼清潔吧 第一個你吹完之後呢我們就將這個竹片和竹圈放開 竹片後面可能會有一點水你可以看到是不是有水 所以你可以拿出你的swap 好輕輕的記得夾住它往上擦乾 千萬不要這樣子擦因為你只要這樣一擦這個竹片就會直接破掉 好第二個呢你會有兩條swap看不同的情況 如果你的是像我這樣子比較長的或者是呢 我有這一種 我有這一種專門插neck專用的這個swap都可以 比方說我有這一條 好你就直接從這一邊 好我們建議你呢先把吹嘴拆下來 然後插進去 確定下面這件事情很重要 確定布這邊是平的不然你要是這邊揪成一團 變一坨拆進去都會卡住 你就拔不出來 好你就把它 有沒有確定擦乾呢請你拿你的手指頭 稍微進去摸一下OK 現在是乾的了 那第二個呢是這個吹嘴 一樣這個布呢是可以 拉過去 好就這兩個我們就擦乾了 接下來談論到我們看body這邊怎麼輕呢 阿里這邊清理的方式呢有兩個 所以依照你的swap的不同 你要記得有兩種方式 如果呢你使用的是跟我一樣 是這種 後面有一個 呃 這邊有一個 呃 像一朵花一樣的話呢 你要記得 它會要從bell這邊進去 從這一頭進去 你沒有辦法從這一邊進去 好 然後接下來一個步驟很重要 我們把它放好之後呢 你要把它倒過來 所以一隻手呢 不管是左手 left hand或right hand都可以 抓住bell 然後抓住你的swap 然後這樣子 不管你哪個方向 你要朝內朝外朝左 left或right都可以 但重點是你要倒過來 把前面這個線倒出來 有的時候呢它可能倒出來 就會卡在這個key上面 那你就再把它拉出來 重新把所有的線擺進去 好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按輕輕的拉 好 澳洲的天氣喔 其實相對算乾燥的 所以 呃 你不用太擔心 像在亞洲國家的時候 很容易 因為太潮濕容易發霉 所以我通常會在最後這一節呢 停留一下 然後把它拔出來 一樣 可能需要通個兩次三次 看你練習的狀況 以及 冬天可能裡面會比較多的水 然後呢 我們可以 完畢之後呢 手進去摸一下 確定是乾的 就OK了 好 接下來呢 我們要談論到第二種 如果你的swap是這一種 一整塊布的 那你要千萬記得 不可以從bell這邊進去 一定要從尾巴這邊進去 因為 這一種布丟進去的時候 不像剛才那個像花一樣 會自然散開 這個布你丟進去的時候 很可能會變一球 最後會整個卡在你的樂器裡面 這是非常危險 如果發生卡在裡面的時候呢 請不要自己拿東西去通 因為呢 你可能會把樂器搓壞 那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請你的老師 或者是這要直接送到樂器行 請他們用專業的工具幫你清出來 好 所以如果是這一種布呢 我們就要怎麼樣 從這一頭丟進去 好 一樣 把所有的布 這個線 把所有的繩子都塞進去 然後 從這一頭 倒出來 好 有了倒出來之後呢 欸 又進去了 好 出來了 出來了之後呢 這邊一定要記得什麼事情 這邊要把它放平 然後拉 拉 拉的時候呢 一樣我自己的習慣 我會在這邊停個幾秒鐘 然後再用力的 抽出來 大概這個動作要做個兩次 應該裡面就很乾了 最後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工具呢 叫做 那個 我去拿過來 等我一下 好 這邊呢 還有這個 這東西叫PetDry 那你什麼時候會需要用到它呢 如果你今天練了半個鐘頭 或一個鐘頭之後 你的這幾個key 最上面這個key 這幾個key 可能會有積水 或者是這邊幾個key 裡面會有水 所以方式 清理的方式呢 比方說我把 這個按鍵 比方說這一個 這個按開之後呢 把這個輕輕的夾進去 不要拖 不要去拉 這樣按幾次吸乾就可以 下面這幾個呢 一個是 這邊有一個鍵 側邊 這個一樣是Psikey 1 2 3 按最上面這個 按開來之後它應該會開 開這一個孔 好 一樣把它夾進去 稍微吸一下 然後呢 最後還有一個是 下面這個 或者是你 你如果知道的話 你可以輕輕的用手指頭 不要用力斑 輕輕的把它推開 夾進去 吸一吸 就好了 OK 好 這樣子的樂器就保養完成 這是我們的日常保養 那 後面還有幾個東西呢 我們可能會用得到 一個呢 是 這個東西呢 我們叫做 你們的應該長得像護唇膏一樣 但我這罐叫做 Coke Grace 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軟木膏 什麼時候要用呢 除非你的這個東西 塞進去 非常的困難 你覺得很用力 你可以呢 你們的應該長得是 一個圓圓的一盒 要是YAMAHA的話 是圓圓的一盒的東西 然後呢 我就稍微塗一點點在上面 用手指頭沾一點點 然後把它抹上去 第二個呢 是你可能會碰到 這個neck 很難塞進樂器 這個時候呢 你也可以輕輕的沾一點點 把它用手指頭 轉一轉 不要上太多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呢 它這樣就可以有潤滑的效果 就塞進樂器 就比較方便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樂器 基本上吹完之後 以及日常的保養 好 那如果我們通過日常保養之後呢 你的樂器大概每 可能 一到兩年的時間 你還要送回樂器行 給專業的技師呢 幫你再檢查一次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OK